老公出轨了,对象是他妈,情人节,我亲眼看到老公和一个女人接吻,女人转过头的瞬间,我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竟然是我婆婆,手臂猛得一痛,我从震惊中清醒,萌萌掐着我的手臂,眼中木火中烧,就要冲过去。 我下意识拉住他,冲他轻轻摇头,别冲动,这对狗男女,萌萌握紧拳头,就要嚷嚷,我一把捂住他的嘴,靠近他耳边小声说话,别被他们发现了他呜呜地点点头,我松手,他压低声音,猪猪,你不生气吗? 我当然生气,只是刚刚那一幕把我炸猛了,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不能这么冲动就去对峙,他们不会轻易承认的,我们亲眼看见了,他们还能不承认。 我摇摇头,他们是母子,怎么可能当众承认乱伦,总有借口狡辩的萌萌一脸愤慨,不要脸。 那我们怎么办? 我没有回答,在荧幕光线明灭中愣神,想到结婚之后,婆婆对我的挑剔,小姑子对我的不屑,丈夫婚前婚后对我两幅面孔,一切仿佛突然清晰了起来。 今天是情人节,老公打电话说要在公司加班,我退了订好的餐厅和酒店,约了萌萌一起逛街看电影,却没想到,老公和一个女人相邪而来,恰好坐在我们前面,我不动声色地看着他们,萌萌还在安慰我可能是应付客户,直到他们抱在一起热吻,萌萌的安慰声戛然而止, 难以形容内心的感觉,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好像遇到老公的出轨现场了,电影荧幕的灯光亮了一秒,又变昏暗,我瞳孔微缩,就在那一秒, 我看清了转过头的女人,竟然是我的婆婆,直到电影散场,我才从恍惚中醒来,灯光大亮。 我和萌萌头凑到一起,拿起包包挡脸,偷瞄看到他们离开,萌萌咽不下这口气,我让她别急,我需要更多证据,难怪每次他们母子间亲密互动,都让我觉得不舒服,想到我们新婚头几天黏在一起,婆婆对我阴阳怪气,一切都有技可循。 饭后,我和老公窝在沙发看电视,婆婆喊我老公给她吹头发,我诧异地看着老公静止走进浴室,两人想挟出来,婆婆没穿内衣的胸脯,挤出身沟,紧紧贴着老公的手臂。 晚上,我提醒老公和婆婆,肢体太亲密了,要她注意分寸距离,她不以为意,怪我想多了。 说他们母子一向感情好,婆婆洗澡,喊老公给她拿内衣,拿内裤,这种事不止一次,每次我提醒她,她无辜道,我们母子感情一向很好,相处也是不拘小节,不能因为你嫁进来就改变啊。 事后,婆婆还向我老公告状,老公怪我小心眼,不懂事,我心里一直觉得别扭,但他们理直气壮指责我,显得我无理取闹一样。 亲眼所见那一幕,我犹如醍醐灌顶,我在家里装上了监控,寻找着也害怕着一些证据,没想到的是,还没看到他们滚坐一团的场景,却先看到婆婆对我下药。 我瞳孔放大监着荧幕,监控里婆婆把药片碾碎,倒入一杯牛奶中搅拌,之后这杯牛奶就摆在了桌上,当作我的早餐,被我喝入肚中,她一系列操作娴熟,对着我面不改色,明显不是第一次了,震惊,恐惧,愤怒充斥着我的头脑,翻出药片,我慌里慌张地去检测。 并给身体做了个全面的检查,医生告诉我,长期使用避孕药,造成肝功能损坏,内分泌紊乱,再继续下去甚至会导致不孕,我拿着检查报告,如坠冰窖,浑身发抖,报告单被我不自觉地捏皱,我心中愤怒,恨意夹杂着后怕,一遍遍告诉自己,不要急,别冲动。 珍珠,饭做好了吗? 婆婆进我们房间从不敲门,甚至在新婚第一天,一大早温存的时候,被她当场打断,我羞耻得满脸通红,告诉她要敲门,她不以为意, 哎哟,我什么没见过,一个我儿子,一个是女的,你有的我也都有,有什么见不得的。 后来我反锁门,她没能直接进来,哭哭啼啼,告状说我不拿她当一家人,我心里不舒服,老公霍西尼让我不要计较,也不让我锁门了, 她直接来我床前掀被子,你怎么回事,这都几点了,还不做饭。 我一把扯过被子,我不舒服,你做吧什么不舒服,我看你是大小姐病发了,她眼神不善盯着我, 我就说让子萱不要娶你这种大小姐,好吃懒做,娇生惯养,我好笑道,你不好吃懒做,你去做饭呢,她惊诧道,好啊,这才进门一年,你就暴露真面目了吗?怎么了? 徐子玲回来了,婆婆赶紧添油加醋地告状,徐子玲看我的眼神满是不赞同,帮腔道,嫂子,不是我说你,你怎么能顶撞妈,快道了歉去做饭吧,我都要饿死了, 我看着他们一副理所当然的嘴脸,突然意识到我错了,错得彻底,短短一年, 我从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堕落成了他们家随意使唤的保姆,我把他们赶出去,甩上门,这个饭你们谁爱做谁做吧,午饭没人做,母女俩出去吃了,回来的时候看到我桌子上精致的菜品,两人眼含怒火,好啊,原来自己在家吃毒食呢,嫂子,你怎么能这样自私? 自己吃好的,不给我河妈吃,我瞟了他们一眼,你们出去吃也没叫我,我没饭吃有人管我吗? 徐子凌撇撇撇嘴,你自己不做饭怪谁呀,我喝着排骨汤,悠悠道,我以后都不会做饭了,你们自便母女俩黑着脸瞪我,晚上徐子轩一回来,母女俩匆匆迎上去告状, 哥,你不知道,嫂子不给我河妈饭吃 子轩,你看珍珠这是怎么了,饭也不让我们吃了,徐子轩皱眉眉看向我,珍珠,怎么回事 我反问,我反问,徐子轩,你们家把我当什么? 什么?她愣了一下,我是你们家的保姆吗? 她脸色变了变,你说什么呢?让你做个饭而已,做个饭而已,你妈你妹妹怎么不做? 徐子轩冲过来,嫂子,话不是这么说的,你嫁进我们家,不伺候婆婆,难道还想要婆婆伺候你吗? 我看了徐子轩一眼,你也是这样想的 徐子轩不屑地看我一眼,家里都是靠我哥,你也不工作,就在家做个饭,你都不愿意 既然嫁人了,你的公主并该改改了母子俩没说话,显然也是这个意思 我想到婚前,婆婆对我一脸讨好,说结婚以后家务她全包了,孩子她带 我什么都不用管,徐子轩在婚礼上承诺,一辈子把我捧在掌心 让我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刚结婚不久,婆婆就坚持辞掉家政阿姨,声称要自己包揽家务 没坚持几天,就找各种借口推给我,让我学做饭 徐子轩对此并没有什么表示,甚至觉得我做的菜不是咸了,就是淡了 婚后他们逐渐暴露真面目,是我昏了头看不清 我嘲讽一笑,你们是不是忘了,不是我嫁进你们家这是我的家 你们住的别墅是我的,开的车是我的 身上穿的衣服鞋子都是我花钱买的 甚至家里买菜的钱都是我出的 徐子轩脸色难堪,你计较这些做什么 我觉得好笑,你不计较,那以后就花你的钱婆婆打圆场 珍珠,都是一家人,何必斤斤计较 看着三人理直气壮的样子 我心想,你们才是一家人 徐子轩无奈,别闹了 你不想做饭,就把阿姨请回来吧 别呀,你妈当初说不喜欢家里有外人 阿姨做的饭不合她口味 请回来不是给你妈添堵吗 婆婆装作为难道,珍珠想让我做 没关系的,家和万事兴 以后我来做吧 为了家庭和睦,妈可以做我挑眉 好呀,记得少放眼 我不吃太咸的她低着头抹了下眼角 好似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 宋珍珠,你闹够了没有 徐子轩冲我吼 我看着她仗得通红的脸 和握紧的拳头 抬手一挥,将桌子掀了 没有 你打我呀伴随着霹雳啪啦的碎裂声 母女俩吓得尖叫 我看着徐子轩震惊的神情 心情愉悦,别急 这才刚开始呢 我发过火之后 借机与她冷战 她忍了两个星期 拉下脸向我求欢 被我拒绝 之后摔门离去 我出去旅游散心 给他们可乘之机 如我所愿 很快抓到了两人私混的证据 我看着监控里 两人在我的别墅里 我的房间里 我的床上亲热 恶心的想吐 我挑选出静静的亲文搂报截图照片 发给萌萌 萌萌的黑客朋友 到了我婆婆的社交账号 发布图片 配文暧昧 儿媳妇不在家 儿子是我的 儿子越来越强壮了 儿子说她最爱的人是我 她们在家私混的这段时间 婆婆的账号一直在更新 我看着下面或乌言会语 或重骂的评论 笑了 回家之后 徐子萱主动请了做饭阿姨 向我求和 我装作和她和好 婆婆看我的眼神 带着挑衅和怜悯 嫂子 你看这身好看吗 徐子凌转了一圈 我瞟了一眼 好看 包起来 徐子凌兴奋的一挥手 嫂子 这套也适合我还不错嫂子 我想试试这个风格 可以徐子凌像个麻雀一样 叽叽喳喳 选了一大堆衣服 徐子萱和她妈也挑了两件 收银台服务员面带微笑 您好 一共三十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嫂子 刷卡 徐子凌喊我 我老神在在 刷呀 卡给我呀 徐子凌冲我伸手 我诧异地看着她 为什么问我要卡 你们自己没有吗 徐子凌脸僵了一瞬 嫂子 你说什么呢 不都是你付钱的吗 你们一家人买衣服 为什么要我付钱 收银员目光 在他们三个身上转了转 徐子凌觉得丢脸 压低声音 珍珠 别闹了 这么多人看着呢 快付钱不是你们在闹吗 买衣服不付钱的是你们我话音一落 不少人看向这边 目光带着鄙夷的怯怯思语 买不起就别买呀就是 别打肿脸充胖子 婆婆低头示弱 珍珠 你看不惯妈没关系 妈这两件衣服可以不买 妈给你道歉 你别当众给我们难堪好吗 她的茶言茶语动摇人心 有人目光怀疑地看向我 可我却不买账 您这话说的 没人规定你们一家人 买衣服必须要我付钱吧 眼看着有不少人围了过来 徐子轩重面子 脸仗得通红 咬牙切齿掏出了自己的卡 刷了卡付了钱 脸色铁青 几十万是她日夜辛苦 加班一年的工资 这么轻易花出去 当然肉疼 他们一家人脸色难堪 我就开心了 我一开心就要买东西 香满钻石的手镯 戴在我的手腕上 我朝着徐子轩问 好看吗 她白脸色不理我 徐子凌极恨地盯着手镯 我脱下手镯递给贵姐 包起来 我老公付钱婆婆脱口而出 不行 贵姐惊诧看向她 她吞吞吐吐 这这个太贵了徐子轩 也瞪着我 你买这么贵的手镯干什么 我惊讶 贵吗 我家里那一抽屉手镯 没有五十万以下的 我特意挑了个便宜的 这个只要三十万 老公你付不起吗 我小心翼翼看向她 婆婆满脸不赞同 珍珠 你这不是故意为难子轩吗 嫂子 你自己那么有钱 不给我们花就算了 还要花我哥的钱 这边的吵闹吸引了吃瓜群众 我眉眼低垂开口 结婚以来 我几十万几十万的 给你们一家人 买衣服首饰 老公还没有给我买过任何东西 我哽咽一声 我这次特意挑了个便宜的 想当成老公送我的礼物 我没想到 你们都不愿意 对不起迎着贵姐不屑的眼光 和几个顾客的鄙视贬低 徐子轩脸色难堪 她上前一步 忍着怒气 脖子青筋抱起 送珍珠 你搞什么 我 对不起老公 我不买了不买了 我吓得后退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腕拉过来 你发什么神经 你想干什么 围观的群众里有人骂她抠门 吃软饭 她憋了许久的怒气 差点爆发 我给她加了把火 拼命挣扎着 老公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贵姐和几个顾客围过来劝她 更让她怒不可遏 一把将我甩开 啊 我大叫一声撞向柜台 包里的石头狠狠砸在柜台的玻璃上 噼里啪啦 徐子轩愣在当场 啊 打人了 这是家暴现场啊 这男人好可怕 快报警 快报警啊 围观的人乱喊着 我坐在一片碎玻璃中 手臂和脚腕被玻璃擦出血 楚楚可怜 徐子轩上前想拉我 我色缩着躲她 老公我错了 我不敢了躲避的动作牵扯到裙摆 露出一块块瘀青的小腿 更坐实了家暴 热心群众上来拦住她 有人报警称遇到家暴打人现场 三人急忙解释 但围观群众只相信他们看到的 很快警察来了 热心群众七嘴八舌 讲述我被打的事实 母女俩和他们情绪激动地争论着 徐子轩忍着怒气 被警察批评教育 人群中有人拍照拍视频 我凄惨的样子 很快会在网上传播开来 被毁坏的手势 经过清算 需要赔偿的不是个小数目 足以掏空徐子轩的存款 她脸色铁青 选择私了 以为事情结束了 不 精彩才刚刚开始 视频很快在网络上传播 营销号和媒体转发博关注 那天的贵节也跟风发文 讲述我被凤凰男一家 扑 压榨 家暴等等 有无聊的网友去扒他们 果然扒到了婆婆的社交账号 那些暧昧的文字 亲热的照片 和不堪入目的评论 很快吸引了吃瓜网民的视线 家暴瓜变成了乱伦瓜 迅速在网络上传开 一家人被攻击得措手不及 走到哪都被人指指点点 徐子轩在家对着婆婆大发脾气 吓得徐子凌也不敢吱声 不得已 徐子轩在网络上澄清 他们其实没有血缘关系 田芳是他后妈 带着女儿嫁给徐子轩他爸 后来他爸出了意外 他忏悔道 相依为命多年 一时分不清亲情还是爱情 走错了路 对不起妻子 但对妻子是真爱 家暴之事更是子虚乌有 这个瓜月八月大 在网络上传的沸沸扬扬 一家人到处被指指点点 徐子轩被公司开除了 焦头烂额 好啊 你们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给我戴绿帽子 我在家里大发雷霆 老婆 你原谅我 都是田芳勾引我 我只是一时走错了路 徐子轩跪地上求我 田芳恶然地看向他 脸色不敢置信 你当我是傻子吗 我将桌子上的茶具一挥 噼里啪啦 砸碎的瓷片划过他的脖子和脸 留下一道道血痕 这一幕仿佛场景重现 只不过狼狈的人换成了他 收拾你们的东西滚 离婚协议 我会让律师给你 他爬到我脚边 老婆 我错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珍珠 你先消消气田芳躲在一旁开口 你闭嘴 徐子轩对他怒目而视 要不是你胡乱发那些 怎么会有这种事 田芳再次试图解释 那些照片不是我发 闭嘴 你给我滚出去 以后别出现在我们面前 徐子轩打断他 将他往门外赶 多可笑啊 夫妻本事同林鸟 大男临头各自飞 情人当然也是 房子车子都是我婚前财产 徐子轩知道 现在离婚 他什么都拿不到 所以 他的情人在这时候 可以轻易舍弃 徐子轩把田芳和徐子凌 都赶了出去 殷勤着向我认错 求我给他一次机会 我看着这场闹剧 也看清了这个人 你不想离婚 徐子轩举手发誓 老婆 我爱的是你 我是不会离婚的 我发誓我以后 什么都听你的 你原谅我一次 徐子轩死提赖脸的 不愿意离婚 在家拖地做饭 刷锅洗碗 对我唯命是从 争作二十四孝好老公 田芳和徐子凌 时不时找机会来别墅前晃悠 被保安丢出去好几次 吃软饭的老公殷勤伺候我 压榨我的婆婆小姑子 求着见我 好像一切都变好了 我甚至在网上替老公说话 现实里作威作福 网络上唯唯诺诺 回复网友一 没有家暴 他只是控制住不住脾气 回复网友二 他们不是亲生的 只是产生了感情 回复网友三 老公说他是爱我的 我也爱他 不会离婚 回复网友四 婆婆已经被他赶出去了 他发誓会改的 我相信他 网友破口大骂 恋爱脑 蠢货 自作自受 渣男贱女 所死 不祝福 这么贱 活该你被打 出轨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家暴也是 你是不是被渣男破了 别蠢了 凤凰男贪图的是你的钱财 你不会以为他真的爱你吧 多看看杀妻案 OK 去山上挖野菜吧你 一系列骂声 又将我推向热门 本来已经沉寂的瓜 又被重提 我们走到哪都被人白眼 但徐子轩 对此很感动 他认为我已经原谅他了 爱他爱得不可自拔 老婆 我们要个孩子吧 苦于我不让他碰 徐子轩殷勤讨好我 迫切地想要个孩子 我意味深长地看他一眼 好啊 可是我一直怀不上 是不是身体有什么问题呀 他忙安慰 怎么会呢 我们去医院检查 听到医生说我长期服用避孕药 丧失生育能力 他恶然将在原地 怎么会呢 不可能 我从来没吃过避孕药 我情绪失控大喊 徐子轩问 医生 是不是搞错了 医生很肯定 我情绪崩溃 怎么可能呢 我们先回家 明天去别的医院检查 把徐子轩搂住我安慰 眼神晦涩难懂 我一路不哭不闹 回到家就开始发疯 翻箱倒柜 我翻遍了卧室 客厅 厨房 徐子凌的房间 徐子轩跟在后面抱住我 老婆 你冷静一下 我大力挣扎着 是不是你 你说是不是你害我 我怎么可能害你呢 老婆你先冷静 她紧紧抱住我 我崩溃大哭 我以后都不能有孩子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她安慰我 一定有办法的 我们去别的医院 我们去看医生 我猛然反应过来 死死盯着她 是不是田芳 她否认 不会的 你先冷静 我一把将她推开 怒视 你怎么知道不会 你现在还在替她说话 你是不是还对她有感情 她头疼符合 我没有 老婆你相信我 我一把擦掉眼泪 好 你去翻她的房间 老婆 你先别冲动 快去 我愤怒打断她 我让你去 好好好 我去 我去她无奈妥协 我去翻 你先冷静 她在田芳的房间里翻抽屉 我双臂抱胸 依靠着门框盯着 她无奈摇头看我 像是觉得我无理取闹 直到翻出床垫下藏着的避孕药 她将在当场 故事二 我捐助的贫困升上了大学后 开始变了性子 她各种点滴我 日常聊天各种酸话 甚至厚脸皮地要求我 为她不合理地消费买单 于是我决定申请终止捐助协议 她开始卖惨哭求我原谅 我无动于衷 解释钱多 可人不傻 朋友圈刚更新了一组照片 就收到了几十个消息提示 我点开一看 全是朋友的夸夸 然而在一众彩虹屁中 有一条评论格外刺眼 姐 你穿这个好丑 完全暴露你的身材缺陷了 紧接着微信消息弹窗又跳出来 你把朋友圈那组照片删了吧 不好看 不删我怕别人背后议论你 有点丢人哈哈哈哈 姐 我说的是实话 我这个人说话就是有点直的 你别介意哈 这个不断贬低我的人 是我从六年前就开始资助的贫困生王玉梅 这些画像一根根刺一样扎进我的心里 我记得曾经的王玉梅不是这样的 高中时我去山区实践 王家热情接待了我 当时的王玉梅爸妈刚去世 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她的爷爷奶奶人很好 她也是个淳朴善良的姑娘 我可怜这个早早失去双亲的妹妹 跟爸妈商量了资助她上学 直到她上完大学 每个月三千块的生活费 逢年过节还会发红包 我经常和她聊天 她高考结束的暑假还来我这边住到开学才走 期间我带她出去旅游 让她认识了我身边的一些朋友 我自认为我们俩关系不错 我把她当成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 现在这突然转变的画风 让我心生怀疑 她这是被夺赦了 在我出神的这会儿 王玉梅又发来了消息 姐你是不是生气了 我跟你开玩笑呢哈哈 这玩笑可一点都不好笑 我点开输入框回复过去 怎么会生气呢 王玉梅秒回 我就知道你不会生我的气兮兮 对了姐 你该减肥了 看你照片长胖了好多 你个子矮 要是长胖就像个筒了 到时候雨哥该不要你了 她说的雨哥是我的男朋友陆星雨 安耐下心中的火气 我微笑着给她回复过去 她不敢 因为我会把她头拧下来 王玉梅 姐你这么凶雨哥 会被别的女人吸引走的 姐你长得不够好看 身材也不好 不从性格方面弥补一下怎么行 看着回复过来的信息 我实在忍不了了 目敲屏幕 你不会说话 可以闭嘴 对面显示正在输入中 但又取消了 过了好久 王玉梅都没再发来消息 我也懒得再管她了 但我没想到 她幺蛾子是真的多 一个周末我和闺蜜在外面吃饭 手机放在手边 没一会儿就开始震动 索评页面淡出来 一条微信的消息 姐 这个月打钱可以给我四千块吗 我瞬间瞪大了眼睛 一个大学生每个月三千块生活费 还不够花 现在大学生活费都发展到这种水平了吗 闺蜜看我表情 不对立马询问 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我默默把手机递给她看 她立马变了脸色 气鼓鼓道 她一个大学生三千块生活费还不够啊 有些打工人一个月也就三千 还不包 吃住 没有双休 你回复她 叫她滚蛋 有一瞬间 我是真的想叫她滚的 但转念一下 她可能有什么麻烦 还是打算问清楚 多出来一千块是要用在哪里 下一秒 王玉梅回复的消息 让我立马黑了脸 我看上一条裙子 要一千多 姐 我好久没有买新衣服了 我已经很省了 这一条裙子 还不够你一顿饭钱的 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王玉梅 这理所当然的样子 让我很不适 而且我前不久 才给她寄过几件衣服 都只穿过一两次 价格也不便宜 基本在三千块左右 只不过我冲动消费之后 发觉不太适合我 想着她穿应该挺合适 才给她寄过去 提到这个王玉梅 又有话说了 你还好意思提呢 你身高才一百六十 我都一百七十多 你的衣服怎么可能合适我吗 而且你有点胖 我很瘦的 那些衣服在我身上都挂不住 尽管很气 但这个确实是我欠考虑了 于是我让她把衣服寄回来 没想到她说 把衣服挂咸鱼折价卖掉了 反正穿不了 卖了还能补贴我的生活费 看着我越来越黑的脸色 闺蜜忍不住凑过来 我自觉地划给她看 卧槽 怎么有这么不要脸的人 我求求你别发善心了 赶紧申请停止对她的捐助 这明显是未不熟的白眼狼啊 你不收手还等着她咬你吗 闺蜜义愤填膺一顿输出 看着她这样我反而平静了一些 当初决定给王玉梅捐助时 是签了捐助协议的 那时承诺的是资助她上学 承担她的学杂费和生活费 直至她大学毕业 现在贸然停止捐助 也不太合适 理由是不够充分的 所以我打算减少生活费补助 原来的三千折半变成一千五百 但我没明说 只是回复王玉梅 下个月再给你打钱 王玉梅显然以为自己的目的达成 立马跟我说了谢谢 闺蜜骂骂咧咧的她觉得我这是培养白眼狼 但我还是乐意给王玉梅一个机会的 我还记得她腼腆的叫我姐姐的样子 山区里的女孩出来读书不容易 当初王玉梅考上大学时 我是真诚地为她高兴 但要是她死不悔改 那我也不会再帮她 到了每月给王玉梅打钱的日子 我微信给她转了一千五百 跟手在屏幕前似的 王玉梅秒收了这笔钱 谢谢姐 她回复了这句话后好久没动静 正当我难闷时 她又发过来消息 姐 生活费还没打呢 这个月是四千块哦 好家伙 前面那一千五百被你吃了 我回复她 生活费你不是已经收了吗 王玉梅打了个问号 紧接着问我是什么意思 姐你在开玩笑吗 一千五百我买了裙子都没钱吃饭了 我以为这一千五百是你给我的零花钱 你前面明明答应我这个月给我四千块了 随之发送过来一张我和她的聊天截图 我笑了笑 不紧不慢地敲着手机屏幕 我没答应你给四千块 我只是会照例给你每个月的生活费 消息刚发出去 王玉梅就显示正在输入中 那也不该是一千五百呀 之前都是三千块的 真服了 衣服我不买了 你再赚一千五百吧 看着她的回复 我除了生气就是觉得心寒 记忆中那个腼腆善良的小姑娘滤镜破碎 这一刻我不再心软 大学生一个月吃饭一千五百已经绰绰有余了 我没必要再为你其他的消费买单 我已经人质易尽 然而王玉梅仍旧不依不饶 你那么有钱 多给我一点生活费 怎么了 你随便买条裙子就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 而我想买的裙子都不到这个价格的一半 你宁愿多买几条裙子都不愿意 让我过得好一点吗 如此发言简直震惊我 我越发觉得闺蜜说得对 王玉梅就是个胃不熟的白眼狼 我对他的帮助没有让他对我生出感恩之心 反倒把他的胃口养得越来越大 再不及时止损 我怕他某天真的反咬我一口 我没有义务这么做 别忘了你已经满18岁了 我是可以申请终止捐助协议的 以后每个月我按时给你打钱 其他时候就不用联系了 等我打完这些话 王玉梅那边没再像之前那样秒回我 过了好久他也没消息 我索性没再管他 我对他已经彻底失望 等资助他到大学毕业 我们就不会再有联系了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王玉梅都安安愤愤 第二个月我再给他转1500时 他只说了一句谢谢就没有多余的话了 原本我以为他会一直这样安愤下去 直到我在男朋友陆星宇家看到他 当我在陆星宇家看到王玉梅时 他正抱着陆星宇哭得梨花带雨 陆星宇手足无措地推开他 却被他死死前住 与哥哥如果连你都不帮我 我就只能去死了 他哭得悲切 陆星宇呲牙咧咧嘴 不停挣扎 你撒开我 鼻涕别碾我衣服上 扑我忍不住笑出声 两人这时才注意到我 陆星宇向看到救星般冲我喊 安安救我 王玉梅反而搂得更紧 陆星宇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 啊 疯女人要杀人了 安安报警 报警 行了 我叫停陆星宇 看向王玉梅 你真的想让我报警抓你 王玉梅死死盯着我 不情愿地松开了手 陆星宇得到解脱一溜烟 跑到了我的身后 一幅受了委屈的小媳妇样 安安 这个疯女人非离我 余光瞥见王玉梅 极其难堪的脸色 我慢悠悠地问陆星宇 怎么回事跟我说说呗 呜呜呜 陆星宇哭唧唧地跟我解释起 事情的来龙去脉 本来陆星宇约了我来他家 看他新买的猫咪 结果没等到我 倒先等来了王玉梅 王玉梅跟陆星宇哭诉我 停止了对他的捐助 导致他生活困难 读书都成问题 再这样下去 他很可能要辍学 所以他找上门求陆星宇资助他 期间陆星宇想跟我求证 王玉梅借口不想影响 我和陆星宇之间的关系 阻止他联系我 他恳求陆星宇 不要把这个事情告诉我 陆星宇死活不答应 他拒绝资助王玉梅 并且要给我打电话 接下来就发生了我进来看到的那一幕 陆星宇家境跟我差不多 之前王玉梅住在我家 那段时间 只要我带着他出去玩 陆星宇总是陪吃陪玩的 花钱也很大方 当时王玉梅手机很旧 陆星宇大手一挥给他 买了个最新款的苹果 可能那时候王玉梅就惦记上了 这个人傻钱多的富二代吧 可惜他打错了算盘 陆星宇对他这么大方权是因为有我这一层关系 没有我 王玉梅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他这样的人有交集 我跟陆星宇青梅竹马 当了死对头二十年 我们可谓是最了解彼此的人 怎么可能因为他的三言两语就信了他的说法 三人面面相去了一会儿 王玉梅又哭哭啼啼起来 姐 对不起 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看他哭得情真意切 错的人反倒是我一样 实际上没人逼他 是他自己欲求不满 我冷冷扫他一眼 讥笑道 怎么我给你的一千五百不够你吃饭 那些生活费都没一千五百的大学生 是都辍学了吗 他们是他们 我是我 王玉梅耿着脖子 开始埋怨起我来 你给我的生活费都不够你零花钱的零头 就这样你还要扣掉一半 你这让我怎么活 哼 我气急返校 既然这样都让你活不下去了 那这一千五百你也别要了 我马上去申请终止捐助 你这是逼我去死吗 王玉梅红着眼 像是恨极了我 口口声声控诉着我的恶行 你们钱那么多 只要少买一两件衣服 就可以让我过得很好 为什么就不愿意帮帮我 现在还要停止对我的资助 你想害死我 你的心肠怎么这么歹毒 怎么就成我心肠歹毒了 我实在无法理解王玉梅的脑回路 刚想开口辩驳陆星雨 却抢先开口了 那你就去死吧 不识好歹的东西 活着也没用 估计是没想到陆星雨这么直接 王玉梅的哭声戛然而止 呆滞了几秒 接下来她又哭起来 委屈巴巴地叮着陆星雨 宇哥哥 你对一个喜欢的女孩子 也要这么残酷吗 啊 陆星雨被王玉梅的话一噎 表情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 而王玉梅见她不说话 反而笑起来 宇哥哥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喜欢你了 你对我的好我都记得 好家伙这是当我不存在呢 真会气 陆星雨接近一百九十的大哥了 此时在我身后躲着 仿佛王玉梅是什么洪水猛兽一样 要不是因为安安我才懒得搭理你 陆星雨嫌弃道 王玉梅此时的表情更加难堪 你们有钱了不起 就这么随意羞辱别人 我就是眉头好胎 我要是有钱 绝不会像你们这样抠门 她说得理直气壮 好像她真有一个亿 就会拿出来九千万救济别人一样 此时我和陆星雨都没再接她的茶 她自讨没趣就愤愤走了 走之前还放言 一定会让我后悔 说实话我还有点担心 她这么疯可别搞出点什么 事额上我 很快我的担心得到应验 王玉梅的学校联系到了我 王玉梅自杀未遂 现在人在医院呢 我很闷闷她自杀 为什么要联系到我这里来 打电话来的人则表示 是王玉梅嘱咐了室友 她要是出了什么事 就联系她的姐姐 而我就是她口中的那个姐姐 设好了局就搁这儿等我呢 想道德绑架 梅门 我不是她姐姐 你们找错人了 请不要再给我打电话 梅等对面反应我就挂掉了电话 还顺手把号码拉黑 只要我没有道德 谁都无法绑架我 可惜王玉梅也不是个善罢甘休的人 没几天网上出现了我的一些负面新闻 王玉梅自杀的消息 在学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一些媒体去了医院采访 网上流传的视频里 王玉梅虚弱地躺在病床上 手腕上有道腥红的疤 她哭诉我因为猜忌她勾引我男朋友 而停止了对她的资助 并且对她进行了辱骂 她失去资助后生活困难 而且很可能会辍学 一想到这些她就觉得万念俱灰 想不开就自杀了 在视频中她曝光了我的名字 于安安这个名字火诉上了热搜 一众不明情况的吃瓜网友 纷纷在视频底下评论 帮人帮到底 因为无端的猜忌就断人生路 也过分了 有钱人的资助都是作秀 越有钱的人越抠 小妹妹别想不开 给个收款马姐姐尽一点 绵薄之力 我愿意资助你完成学业 评论多是鼓励和想要帮助 王玉梅的路人 还有一些谴责我的言论 没多久闺蜜打来电话 一接通她就骂骂咧咧 安安跟我去医院 我要去撕烂她的嘴 不要脸的东西还敢装可怜 老娘给她面具给她扒了看她 还装什么 别生气 我轻声安抚着她的情绪 她不解的问我 她都这样抹黑你了还不生气 我跟你说 你要赶胜母心泛滥 我把你也撕了 不会的 我重重地跟她强调 她就是个蠢货 想借舆论压力来要挟我 我还有和她的聊天记录呢 王玉梅自己三观不正 觉得我对她的资助是理所应该 然而网友不是瞎的 只要我把聊天记录 和这些年来的资助证据摆出来 王玉梅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 不过闺蜜还是很气 她愤愤道 我看见她那个嘴脸 就想撕烂她的嘴 不当面教训她是真难解我心头之恨 虽然看不到 但我已经能想象到她咬牙切齿的样子了 放心吧 王玉梅会自食恶果的 我笑笑 我相信自己造的孽 迟早就报复到自己身上 她不是想利用网络舆论来给我压力吗 那我就让她尝尝着网络暴力的滋味 随后我把跟王玉梅的聊天记录 和这些年来给她的转账截图 发布到我的个人账号 并且配文澄清 我没有因为无端的猜忌辱骂王玉梅 我是对她很失望 才选择终止捐助 我想帮助的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女孩 而不是无度索取的白眼狼 有图有证据 相信大家都会自己看 吃瓜网友很快文声赶到 评论区非常热闹 王玉梅这不是倒打一耙吗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农夫雨舌 王玉梅雨雨安安 姐姐还想资助大学生吗 我积极向上我还有梦想 重要的是我只要一千块 姐姐我只要五百 姐姐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是二百五 一些自称是王玉梅同学的账号 也发表了评论 本人是王玉梅同学 她根本没自己说得那么惨 她一直生活得很滋润 名牌衣服和包包都有好多 王玉梅同学现身说法 她平常可喜欢装了 说自己家里很有钱 看来是把自己带入 这位姐姐的角色了 一看就是极度姐姐心里扭曲了 我回应这些评论 表示平时一些不太合适 自己的衣服和包包 我会给王玉梅 但都是没怎么用过的 人嘛 总有个冲动消费的时候 随着我的澄清热度起来后 王玉梅之前抹黑我的视频被删除 网络舆论风向也就此改变 大部分网友都在声讨 王玉梅的白眼狼行为 吓得她连夜注销了社交账号 后边她微信找我 质问我是不是想把她逼死 我理都没理 直接拉黑 连她的电话号码 我也通通拉黑处理 感觉我的世界里没了王玉梅 空气都变得清新许多 我以为王玉梅会就此消停 但没过几天 她居然求到了我爸妈那里 一接到我妈电话 我就火急火燎赶了过去 一进门看到王玉梅一脸无辜 坐在沙发上我顿时 火气蹭蹭冒出来 她怎么坐腰我都无所谓 但是捂到我爸妈面前 我实在没法忍 所以我一开口语气就很不好 你怎么有脸来这里 赶紧滚 姐 我是来道歉的 你不肯接我电话 我只好来麻烦叔叔阿姨了 王玉梅委屈巴巴的 不明情况的我爸妈还劝我 玉梅都这么说了 你语气也好点 她做错了改就是了 是啊 有什么矛盾坐下来 好好谈就好了 他们眼中 王玉梅还是那个乖巧腼腆的孩子 可是她已经变了 当我想跟爸妈解释清楚时 王玉梅突然朝我跪了下来 王玉梅这一跪搞得我们全家一愣 你这孩子有话好好说呀 我妈忙把她拉起来 可她死活不起来 还哭得声泪俱下 姐姐我错了 我之前是鬼迷心窍了 我羡慕你有这么好的爸妈 这么好的家庭环境 而我什么都没有 我才想要更多来消除我在你面前的自卑感 真的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我冷眼看着她 平静道 你的自尊心难道要通过贬低我 向我索取更多才能维持吗 虽然她现在哭得可怜 但她之前言语贬低我 理直气壮 问我要钱的嘴脸我可没忘 此时她低着头 孽如道 对不起 是我的错 一旁的我爸妈听着云里雾里的 我爸皱眉问我 你们俩这是发生什么了 我妈也迫不及待让我说出原由 等我跟他们说完事情的始末 他们也是一言难尽的表情 我爸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指着王玉梅 你从山里出来的不容易 怎么考上大学了不好好学习 变成这样 你怎么对得起你的爷爷奶奶 我知道错了 所以我才厚着脸皮球上门 爷爷奶奶年纪大了 身体不好 如果他们知道我辍学会受不了的 王玉梅看着是真的慌了 我想起他爷爷奶奶当初热情接待 我的样子 终究是心软了 你掀起来 我沉着脸把他拉起来 无奈叹了口气 哎 看在老人家的份上 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会继续资助你 希望你把心思都用到学习上 别再想些有的没的 好 王玉梅眼睛亮了亮 千恩万谢地走了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我希望他这次能真心悔改 后面几个月我都依照惯例 给王玉梅转三千块的生活费 除此之外 我俩也无更多交流 某个周末 我和陆星宇看完电影从影院出来 迎面就撞见王玉梅 挽着一个油腻大叔的胳膊 有句话怎么说 来着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那一刻我并没有感到很意外 因为狗是改不了吃时的 王玉梅看见我时 明显愣着了一下 随后又摆出一副 趾高气扬的样子 姐 这要巧 他高傲地扬起头颅 嘴角挂着得意的笑 真不知道他有什么好得意的 难不成是他旁边这个秃头油腻难给他的底气 之前他哭着求我继续资助 他时可不是这样的 旁边这是谁 虽然答案显而易见 但我还是选择问一下 王玉梅将男人的胳膊搂得更紧了些 然后冲我露出一个自豪的笑 这是我的男朋友 眼前这男的都能看起来都能当他罢了 思陆星宇倒吸一口凉气 凑到我耳边小声嘀咕 这看着都能当他罢了 这小子跟我的看法还挺一致 王玉梅仿佛对我们两人的窃窃私语很不满 他皱眉不悦道 安安姐 我谈恋爱这事你不会也要管吧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我并未回答他的问题 我打量着他身边的男人 认真的问他 你喜欢他什么 涂他年纪大 涂他不洗澡 一旁露星宇还补充一句 涂他有社保 你们会不会说话 男人怒了 但也只是说话大声些 凭他一米七出头的身高 旁边穿高跟鞋的王玉梅都比他高 在一百八十八的陆星宇面前都不够看的 所以男人只是一怒之下 怒了一下 倒是王玉梅气得脸都绿了 大声嚷着企图证明什么事的 我们是真爱 嗯嗯 我连连点头 表示尊重祝福 那我从现在开始不再对你进行资助了 一想到王玉梅拿着我钱 跟这个油腻男约会我就无法忍受 我就不该再给他机会的 提到这个王玉梅倒不像之前那样慌张 他斜眼打量着我 笑道 你以为我还会因为这个被你拿捏吗 那你还拿安安的钱 陆星宇替我打抱不平 王玉梅笑得更得意 语气理直气壮 那本来就是他该给我的 我凭什么不能拿 陆星宇被气笑 哼 你跟这个男的真是绝配 你没有脸皮 他没有头发 祝你们长长久久一辈子所死 千万别流入市场祸害别人 你小子 秃头男撸起袖子 要跟陆星宇掰头了 王玉梅赶紧拦他 阿强哥哥别理他们 电影快开场了 哼 秃头男冷哼一声 王玉梅笑着安抚了他一下 又看向我 从现在起我不需要你的施舍了 我有阿强哥哥 我能过得比以前强上百倍 他说 这些化石底气十足 看来这个阿强哥哥还挺有钱 给了他十足的底气 反正每个月少了一笔 不必要支出 我还挺乐意 还管他跟谁在一起呢 于是我露出一个假笑 真诚祝福他们 祝你们一辈子所死 哼 王玉梅搂着秃头男胳膊 转身扭着屁股走了 走到一半他又莫名其妙地回头 一味深长的目光在我身上打亮 最后他嘴角勾起一个嘲讽的笑 姐 忘了跟你说 你今天这身衣服真丑 不对 是你长得丑 衬的衣服更丑了 说完他又扭着屁股走了 妈的 陆星宇想过去理论被我拦下 我抬头看着他 笑道 别跟傻逼理论 除非你想变成傻逼 陆星宇不满地嘟囔着 可是他那样说你 明明你那么好看 今天穿得也特别漂亮 我知道 老娘美得爆炸 我笑笑 接着转移话题 肚子饿了 咱们去吃饭吧 陆星宇一脸的不高兴 闷闷道 好吧 我挽着他胳膊离开了影院 美好的周末 怎么能浪费到一个傻逼身上 这下 王玉梅怎么样是跟我彻底没关系了 以后他怎么样都是他自己选的 千万别哭到我面前就行 再次见到王玉梅是在医院 闺蜜月经不调 我陪他去看妇科 没想到就跟大着肚子的王玉梅不期而遇了 他一个人拿着孕简单 看见我时他又是那副趾高气扬的样子 上次是秃头男给了他底气 这次又是什么 他肚子里秃头男的孩子 我记得他现在应该快大三了 难不成要辍学生小孩 安安姐 我怀孕六个月了 我没问他 他到自己交代起来 还一脸沉浸在幸福中的样子 那你真牛逼 闺蜜说着还朝他竖了个大拇指 王玉梅没理会我闺蜜 而是一直盯着我 又炫耀起来 我的孩子出生也会是富二代 以前我没过上的日子 他会替我过 他不用羡慕别人 更不用为了几千块钱 对别人卑躬屈膝 这话一有所指 好像我以前花钱 让他给我当丫鬟一样 可事实恰恰相反 他理直气壮 像个大爷一样把我气得半死 是到如今 我只能冷笑一下 告诉他 我只能说 这很难平 隔行如隔山 我祝你成功吧 他被我的阴阳怪气 整得脸上的笑 再也挂不住 阴沉着脸之问我 于安安你少阴阳怪气 你是不是见不得我好 且 闺蜜翻了个白眼 不屑道 看起来也没多好吧 产简就自己来 王玉梅像被戳到痛处 脸色很不好看 但嘴还是硬的 我男朋友只是工作太忙了 大老板应酬多 抛开这个不谈 未婚先孕就不见得 他对你有多好 我认真同他分析 见他抿着唇不说话 我又补充道 他要是有钱 这一把年纪的 还能没结婚 你小心被人骗了 王玉梅脸色煞白 但依旧嘴硬 他不会骗我 你就是见不得我好 看他如此固执 我也懒得多说 只丢下一句 那你好自为之 我就拉着闺蜜走了 身后王玉梅还在喊着 他不会骗我 我跟他是真爱 但我不再理会 良言难劝想死的鬼 我只能助他成功了 一个月后 闺蜜给我发来一段视频 我一点开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视频中大着肚子的王玉梅 被一个妇人殴打 妇人嘴里不停地骂他 小贱人 勾引有负之夫 还怀了贱种 你还要不要脸 秃头男上前拉架 被妇人挠花了脸 三人推嗓中王玉梅 被推倒在地 痛呼一声后 两腿间开始流血 妇人吓得一愣 秃头男赶紧打电话 喊救护车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闺蜜说这视频 是他在一个同城 吃瓜裙看到的 据说王玉梅勾引了 有负之夫 被袁佩找上门 又打又骂 他那一摔流产了 孩子没保住 这件事闹得人尽皆知 袁佩都闹到学校了 坐了横幅 在学校里面拉起 横幅里面就指名道姓骂王玉梅 当小三破坏别人家庭 现在学校里人人都知道王玉梅 是插足别人婚姻的第三者 秃头男是一个小老板 老婆彪悍 事情发生后他被老婆拖走 也顾不上王玉梅了 王玉梅这下是鸡飞蛋打 啥也捞不着了 想起他之前在医院信誓旦旦 说自己幸福的样子 真是让人唏嘘 闺蜜说他是恶有恶报 我没发话 他从贫苦的山区里走出 被相依为命的爷爷奶奶 寄予厚望 如今弄成这个样子 不知道他还有颜面面对 自己的家里的老人吗 不过这一切都跟我没关系了 路都是自己选的 是他自己把路走歪了 我从来都不欠他的 不久后 我收到一个山区里寄来的包裹 是王玉梅的爷爷奶奶寄来的 打开里面是一些土特产 还有自家种的瓜果 一看就是把最好的都挑出来了 自从我开始资助王玉梅 总是时不时收到他们寄来的东西 我停止对王玉梅进行资助这件事 两位老人家并不知情 他们远在山区 不太会用手机 这边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他们知道王玉梅去给老男人当情人 还流产伤害了自己的身体会做和感想 那次发现王玉梅跟老男人在一起后 我再次把他所有联系方式拉黑删除 我要再见他只能去学校找 他第一次来学校报道就是我送他来的 当我来到他宿舍楼下正思考 怎么跟宿管阿姨说明情况时 一个戴眼镜的妹妹突然跟我打起了招呼 这个妹妹我记得是王玉梅的室友李莉 姐姐你是来找玉梅的吗 这下不就好办多了 我冲她点点头 笑道 妹妹能麻烦你叫王玉梅下来见我吗 啊 李莉挠了挠头 今天是周末 玉梅她去兼职了 说着她又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便直言 你有什么想说的可以直接说的 李莉如是重负咧着嘴笑了 姐姐我知道你跟李莉闹掰了 我之前也不喜欢她 但她得了这么大一个教训 你可以不要再嘲讽她了吗 我挑起眉毛 这是以为我来看王玉梅笑话的吗 王玉梅其实是被老男人骗了 算是受害者 她受伤流产去了医院 那个秃头男没多久跟着老婆跑了 后续的医药费是几个室友给王玉梅凑的 王玉梅经历这个事彻底变安分了 每天除了带学校和去兼职哪儿也不去 她利用课余时间去兼职自己赚生活费 并且再一点点还清室友垫付的医药费 我从李莉那里要到了王玉梅兼职的火锅店 然后开车前往 刚好是在午休的时间 王玉梅在吃饭 看见我咀嚼的动作都停止了 她甚至不敢看我 垂眸问我是不是来看她笑话的 我直接让她跟着我来 说有东西给她 当看到我后备箱那一箱子土特产时 王玉梅沉默了 我看了她一眼 平静道 我已经停止了对你的资助 自然也不能再拿你家里寄来的东西 这些你拿走吧 姐 我能求你一件事吗 王玉梅声音哽咽 台眸已经红了眼 她定定地看着我 这件事可以不要告诉我爷爷奶奶吗 他们年纪大了 如果知道了一定会被我气死 我现在有在好好学习 也能自己挣生活费 我不会再麻烦你 所以求求你别告诉他们 我为之前的事情跟你道歉 说着她就要给我下跪 我急忙给她拦住 我可以帮你瞒着 至于再多的 我就做不了了 王玉梅连连跟我道谢 并表示东西就由我带回去 我帮了她那么久 这些东西怎么都是她爷爷奶奶的一点心意 她说毕业之后工作会努力挣钱 把我资助的钱还上 不必了 我直接拒绝 开上车就跑了 又想起当初那个腼腆的 喊着我姐姐的王玉梅 她说着 她的梦想是从大山里走出去 带爷爷奶奶住上城里的大房子 记得两位老人慈爱地摸着她的头 笑呵呵地说只期望她一生平安 山里的农民北朝黄土面朝天 像扎根在黄土地里的树 而那些他们寄予希望的孩子 就像站在他们肩上的鸟 等待着雨衣丰满飞向更广阔的天地 我不知道王玉梅是否会再次迷失 在大城市的钢铁森林 这也不是我该管的事情了 若是有朝一日她在这座城市 找到了自己的栖息地 我也能笑着 祝福她实现了当初的梦想 救出人的栖息地 优优独播剧地 合约创电